159、21世紀經濟報導,碧桂園上半年融資成本下降14% 2015年7月27日專題16今年上半年,碧桂園融資成本比去年下降14% 獲評國內民營住宅開發商最高信用評級,碧桂園執行董事 首席財務官吳建斌日前對內公布了這一號消息 他說,碧桂園的目標在於將平均融資成本降到5%至6% 達到業界領先水平,吳建斌披露 碧桂園近期有兩筆大額低成本融資 一旦實現,今年的融資成本就可以降到6.5%左右 兩條紅線在房地產黃金時代 房地產企業發展的秘訣在於高槓桿、高周轉、高激勵 如今,進入白銀時代,市場不在公不應求 原有模式難以為計 三高模式退變為高品質、高品位、高服務 碧桂園已經在著力轉型 更加強調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品位 作為中國蓄實房企中的千億集團 碧桂園對這一趨勢早有預判 並在去年6月成立了集團預算管理委員會 通過管理資源配置內推動公司的戰略管理 與此同時,碧桂園在財務管理方面獲了兩條紅線 淨資產負債率百分之七十以下 可動用現金流佔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吳建斌雪、和記黃鋪、長江實業、新鴻基等 香港資地產公司,之所以能夠安然到過幾次金融危機 並且化危危機越造越大 核心在於有現金,而這幾家老牌房企的資金佔比大約是百分之十 同為香港上市房企的碧桂園 如今20人盡了這個安全法 分析人士稱,這兩條紅線把碧桂園的經營風險進行了總量把控 相當於為碧桂園在白銀時代的發展上了保險 給市場釋放了信心 負債率上限百分之七十 這是你對市場的承諾 資本市場知道你已經畫了這條上線 到了這條線你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譬如,買地可能放慢些 資金回籠再加快一些 實在不行該擴股就擴股 去年,為什麼要公管呢? 就是要把負債率降下來 這是對資本市場的一個承諾 說到做到,時間一久 資本市場就多了一份信任 吳建斌說,險之入股在這兩條紅線的基礎上 碧桂園這兩年有了一系列的資本動作 碧桂園去年早見了金融報和資本市場信息報 在全球範圍內比較所有資本市場工具並加以積極利用 為公司戰略和業務發展配套大量低成本的資金 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 碧桂園險之入股的大事件 今年4月1日,碧桂園宣布人進中國平安人 受的戰略投資資金約廣幣62.95億元 碧桂園高層人士表示 拓展融資渠道只是一個方面 更高的層面是 這項合作有效的促進了平安和碧桂園 雙方老闆成為戰略盟友 這不僅加強了碧桂園的行業競爭能力 也拓展和優化全生命產業鏈提供了新動力 更有助於優化碧桂園股東結構 公司治理更加現代化 隨著新股發行的完成 碧桂園原有股權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 其中楊衛元代家族持有股份121.07億股 股權比例從59.48%下降到53.6% 仍為最大股東 而中國平安人壽持有股份22.36億股 股權比例9.9% 成為第二大股東 在具體戰略合作事務方面 碧桂園與平安跨界合作 創新求變 項目落地速度極快 雙方已在營銷、社區業務、不動產投資、金融合作等方面迅速合作 首先 碧桂園與平安正在碧桂園上海家電項目 推出中國房地產業首款開發的產品 這款產品 讓普通市民也可以常常做開發商的滋味 將資金由消費端引向開發端 並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用戶定制 對碧桂園而言 有助於大幅地縮短自有資金回籠的周期 其次 碧桂園與平安達成協議 在不動產投資方面共同出資三四百億元 用於投資雙方都認可的好項目 平安銷售團隊正在接受碧桂園培訓 將為碧桂園新增龐大的物業銷售網絡 再次 平安將向碧桂園提供一百八十億元售信額度 其中 平安銀行給了碧桂園一百億元的額度隨時可以用 平安信託 大華基金也給了幾十億元的資金使用 然後 碧桂園也將為平安提供社區業務的切入點 雙方將合作開發 對接碧桂園如二百多個項目 如三十五萬戶業主的社區資源 諸如此類 不一而足 融資成本走低經過系統的資金組合 碧桂園的融資成本正在逐步下降 碧桂園去年發行了總值百億美元的五年期境外債 並且在去年底獲得了總值四十五億港元的四年期銀團貸款 在今年五月 碧桂園利用平安的戰略投資資金 將把2018年到期的九億美元票據提前述會 不再負擔超過百分之十一的利息成本 吳建斌說 碧桂園最近通過香港市場發行銀團貸款 四億至八億美元以上 預計七月底完成 融資成本將在百分之五以下 這將把整個碧桂園融資成本繼續降低 銀團就是一個低成本融資和大規模融資的渠道 簡單的說 就是幾家銀行普在一起給你一筆貸款 而不是某一家銀行 比如 你是中國銀行 你貸出一筆款給企業 叫做單邊貸款 但是超過一家以上 就叫做銀團貸款 其實 各家銀行各自對總貸款額認購一部分 這樣可以分散風險 但是 銀團貸款的條件遠比法債條件苛刻 其中限制條件多 這樣的話 他的貸款利率會低很多 以碧桂園為例 目前法債成本大約在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八左右 同樣是五年期 銀團貸款的成本可控在百分之五左右 吳建斌對銀團融資的偏外日於現表 今年上半年 碧桂園融資成本比去年下降百分之十四 吳建斌披露 碧桂園的目標在於將平均融資成本降到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 達到業界領先水平 如此低的融資成本在港股上市內房企中並不多見 梭里年報資料可以發現 富力、雅居樂、雕、J等標竿房企在2014年的平均融資成本降在百分之八以上 個別企業甚至接近百分之十 能與碧桂園媲美的 只有中海地產、華潤之地、月秀地產等國企紅槽 相述企業的融資可以低至百分之五以下 信用評級提升據碧桂園新簡發布的數據 今年6月碧桂園單月實現合同銷售金額176.4億元 還比5月的125.4億元增長百分之四十一 合同銷售建築面積約256萬平方米 還比增長百分之二十五 截至今年6月底,碧桂園累計實現合同銷售金額以達544.7億元 按照今年1350億元的銷售目標計算 碧桂園上半年完成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年度任務 碧桂園相關負責人表示 一般來說,上、下半年的業績比例是四、六、碧桂園有足夠的信心完成年度業績目標 碧桂園的資金管理、業績發展等也得到市場的認可 近日,目的提升了碧桂園的信用評級 評級展望為穩定,再包括高盛、摩根大通、美銀美林等三十四家券商及機構類 有十九家券商對碧桂園授與買入類評級 中性類評級有十家、85%的券商及機構看好碧桂園 目的的副總裁兼高級分析師稱,這次的評級提升 反映了碧桂園在財務資金管理的實力 目的預計,碧桂園將會繼續優化其債務結構並降低借貸成本 因此,其信用指標應會在未來十二至十八個月保持強勁 特別是其調整後的息稅前利潤未必與利息比率可達到三點八到四倍 而收入與債務的比率會在百分之一百二十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之間 碧桂園方面表示,碧桂園現意成為國際信用評級 最高的中國民營住宅開發商之一 至2014年以來,碧桂園成為被國際評級機構調升評級次數領先的大型內房企業 在這方面,碧桂園會遮到兩點,碧桂園失誤 在這方面,碧桂園會遮到一千月的同時,碧桂園會遮到十二百分之一